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HKG部 特别呈献选委三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 候选人是38号黎动国 第一个环节 由主持人用一分钟的时间 去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 38号候选人黎动国 是保安局前局长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新闻党常务副主席 2009年出任保安局副局长 任内曾处理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 亲身带队前往菲律宾与当地政府谈判 为伤者及死者家属争取公道 2012年出任保安局局长 则处理举世触目的斯洛登事件 黎动国2018年加入新闻党 担任常务副主席至今 身为保安局前局长 眼见近年警队以及其他纪律部队 避受社会压力和挑战感同身受 如果有幸成为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 他决心为广大的公务员团队发声 把他们的声音带入议会 第二个环节就请38号候选人黎动国 用两分钟的时间简述他的个人政纲 大家好各位选委 我是38号候选人黎动国 新闻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今次出来参选 我想跟大家讲讲我心中最想做的事 作为一位立法会议员 我感觉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审议政府交上去立法会的条例草案 虽知道政府所有的政策 八九不离十都是需要法律的支持 而一条法律制定得好或者是坏 就会直接影响到政府 如何去实施他的政策 继而影响到港大市民的福祉 因此审议条例草案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在政府有44年的工作经验 对于政府如何去制定政策 执行政策有很深的体会 如果我当选为立法会议员 我必定会尽全力去审议 所有政府的条例草案 务求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在条例草案成为法律之后 接着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政府有好的政策 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不是表示整件事就会做得好 我们还要不停地看着 政府如何去实施它的政策 立法会议员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 包括提出口头、书面的质询 包括在事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 或者是甚至平日和政府官员的交往 是来到监察 请投黎洞国38号一票 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 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指定问题 李sir,如果有幸进入到议会 你会为议会带来什么新气象呢? 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应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给政府考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最近特区政府要求市民进入街市 食肆要素安心出行 很多长者不懂用素安心出行 或者没有手机觉得很难 我想了一个不用申请 不用填纸仔 不用用手机 不用素安心出行 不用收集个人资料的长者而为话方案 已经交了给特区政府考虑 简单来说 是由社会福利署向长者卡持有人发一个疑维码 长者进入厕所的时候 由工作人员扫他的疑维码就搞定 如果有确证者到过这个地方 卫生防护中心就可以向社会福利署 刷取长者卡的记录 一样是做到追踪 这样就可以方便到全港200万位长者 大家觉得可不可行呢 多谢38号候选人黎动国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 能够更清楚38号候选人黎动国的从政之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